還是Levi來PCS 你們知道VCS打野只有一個人沒有被禁賽嗎 好 可以趁現在跟大家聊一下 好啦 聊一下VCS的事情 等我朋友上熱蒼回來 我們再繼續 我自己做的一張圖呀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們看一下越南聯賽目前是這樣子 越南春季賽是有八對嘛對不對各位八對 然後有這些選手嘛對不對有這些選手 可是現在呢 就今天啦今天越南官方有發了一篇文就在講說 誰誰誰被禁賽 來我找找一下那篇文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 是傳扯 洋洋傻傻裂了一大堆 你看 應該說這些不太算是 真的有 就是還不確定了啦 還不確定 現在應該算是 停賽 禁後調查的名單 所以你要說他是禁賽呢可能也沒有完全那麼正確啦 你就說這些人是有目前官方覺得有嫌疑的名單 就是目前這些 那總共呢你們看這些名單你們可能也認不出來是誰 我自己有做了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反正大家就看了一下就知道越南有八對 12345678 然後八對這個紅色一撇代表有被禁賽 就是 就是有被 停賽調查啦 你們看到每一隊都有 就連GAM也有 然後 那個 Sofen的隊伍 BKE也有 去年世界賽有進的TW也有 然後 然後TINGSECRET這個也是有 還有TINGFLASH啊這些比較有名的戰隊啊這些都有被禁賽 你看到這隊 RAMBO這個彩虹隊啊 被禁賽的是最誇張的被禁超多的 被劃掉是被禁賽的 一見安安 被劃掉是被禁賽的喔 你看這個 碰碰碰 最 最 最離譜的是什麼 你們看八對裡面 只有Levi啊 就打野裡面只有Levi是沒有被 沒有被禁賽的 每一隊的打野都被禁賽 就只有Levi是沒有被禁的 還得是Levi啊 Levi又不缺錢 Levi LP也有打過 北美也撈過了 錢都賺了怎麼可能還缺這個 確實他我記得他回來越南應該也是開心打啦 其實我當初看到這個名單就跟一見講的一樣我覺得TW這個中野 不太可能會打 但當然這也是我覺得而已啊 因為這兩個人其實是國際賽的常客啊 這個叫 BinJ 然後另外一個叫什麼 Glory 這兩個人其實玩得還不錯 可是我不能保證說他春季賽到有沒有打 因為我根本 平常不會看 VCS 所以 官方目前 就是說這兩個人是靜候調查 Glory說會主動終止合約 並 提供更多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怎麼有教練背禁 我跟你們講有教練背禁 很正常啦 因為 你有時候 教練參與的話 他更好控制一點 也有隊伍的 領隊還是經理被禁 只是沒有在這個名單裡面就沒有被畫出來 像是這個Rainbow啊 RW這隊啊 實際上是被禁了8個 1 2 3 4 5 6 7 8 你看被禁了8個 可是他沒有全部人都在這個名單上面啊 就很離譜 被禁到8個是很扯的事情 而且現在 越南聯賽已經是停賽的狀態了各位 現在越南聯賽你看第8週的比賽直接取消掉了 原本第8週下面還有一堆比賽 而且原本這14號的比賽喔 也直接就是 作廢 就是有打但是 可能就疑似有假賽 所以他就 就把這兩場給取消掉 我記得有一場好像是那個什麼啊 TW還是 我忘記是哪一隊呢 就是 Ace對面之後 居然不GG對面啊 跑回去吃龍 吃個龍魂什麼的 我尽量了,我尽量的另一路,我尽量了 我尽量了,我尽量了,我尽量了 我尽量了,我尽量了 我尽量了,我尽量了一位歌手 在今天的招牌比賽 好像是分了,我尽量了 跟我的兵是在排队中,我尽量了 然后现在季后赛也是遥遥无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 如果以现在这种情况来说 不知道越南到底MSI脑也能不能打 然后PCS有没有可能 明年就把越南并进来 越南其实 已经是很屌的联赛了 越南联赛已经是经营的很成功的联赛了 就大概跟巴西联赛差不多 就他们的人很热衷于看英雄联盟比赛 以东南亚来说 越南low的盛行甚至比台湾还要盛行 东南亚通常都是以索尤为主 我记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他们都好像是玩一个很像low的游戏 或者是王者的荣耀 传说对决也有一点啦 反正就是那几个手游在轮着玩 low已经很后面了 今天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挺糟糕的说真的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大到有可能会影响VCS会不会继续存在了 你看被禁成这样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目前英雄联盟电竞14年来 史上最严重的禁赛了吧 你像是之前大陆那边的比赛的禁赛 他也是禁一大堆二线选手或者是LDL的选手而已 可是越南联赛这次是禁了一大堆一级联赛的选手 基本上全军覆没这个是真的有点严重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可是并越南无法保证我们拿到门票没有啦 日本并进来前大家还不是都这样讲 不是啊日本越南真的很难打NPCS喔 日本越南真的很难打NPCS但是没有差很多 大概六四开吧 可是如果打Bowu的话就很难拿 你想一下SHG是日本第一耶 PSG是我们联盟第二耶 台港澳的第二 而且PSG看起来是失误很多才会打满无场的 所以如果正常点发挥的话 我觉得再打一次应该还是能赢的 但是就算输了也是好事啊对吧各位 什么日本的或者是越南的NPCS的队伍也不错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 话题性还不错吧 挺有趣的啊 我觉得挺有趣的啊 就像是这次 其实我会蛮想帮软银就SHG加油的耶 我就很喜欢看那种Underdog的情节啊 而且现在你看哦 现在季后赛不是有六队吗对不对 目前仅存的六队啊 只有一队是日本队啊 另外五队都是台港澳的 就有点像什么 去年T1世界赛的感觉有没有 哇一个人抵抗全部那种LPL的这样子 感觉就很有那种日本漫画动画情节有没有 如果他一个人这样一直穿一路穿上去 我超一定超爽 这边先赢DCG 再赢FAK 然后再赢PSG再赢CFO 一定是一个超屌的情节哦 我也蛮期待的啦 但我觉得有点梦幻就是